哈哈哈哈 喔 這個是新型態的帝王 帝王暴龍氣球 有沒有要買啊 一隻 呃 一速大概就賣你五十萬美金就好了 好不好 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Bate 今天呢 我們要來我們的 恐龍蛛死站啦 各位看見這前面 框闊的場地 有沒有感覺自己身處在羅馬呢 喔 這個其實是一張MOD地圖喔 那這MOD地圖還蠻適合做一些競技類的東西喔 那 我就不介紹這個啦 因為今天的主題不是這個東西喔 今天的主題呢 是我們現在封面這隻 帝王迅猛龍 要來跟我們的帝王暴龍做一個PK 到底誰會勝出呢 不過也不會這麼簡單啦 不會這麼 打一打 今天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不會 老頭呢 應該是會適量的去看狀況 比如說 這隻帝王暴龍太強了 一打三還是打輸 那麼呢 我們就變成一打五看看 老頭可能會用這種方式來去做一些較量 這個帝王迅猛龍呢 近期又有更新喔 除了一隻阿法帝王迅猛龍 阿法帝王迅猛龍呢 他的這個 夜視功能呢 增加了一些BUFF 比如說 可能是攻擊增加 移動速度增加 這個我就不再展示了 其實好像也沒改多少 而且體型變大隻 他的體型比原先的帝王迅猛龍大概還要再大個 一倍左右吧 你就把它想像成 長得跟帝王暴龍的體型大 然後再小一點 大概就那個體型 所以說呢 老頭待會應該也會用帝王迅猛龍 欸沒有 老頭應該會用阿法的帝王迅猛龍 對上我們的帝王暴龍 應該會比較有看頭吧 好吧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準備直接開始 首先第一波的話 我覺得就一隻1000等的 帝王阿法迅猛龍 阿法帝王迅猛龍 對上我們的1000等的帝王暴龍 好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1500等的帝王暴龍 對上我們的1500等的帝王 金英帝王迅猛龍 來 我們來看一下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來 我先先凍結模式先開啟 以免待會直接先開咬 來了 準備開始了 到底錄死誰手呢 我們沒有錄 我們只有冠軍是誰手呢 我們接下來看下去 Let's go 衝阿 剛開始開局 帝王暴龍先一陣怒吼 結果發現沒有用 開始互咬 開始互咬了 咱們的帝王迅猛龍攻擊力速度非常的快 馬上就把我們帝王暴龍的血量消到差不多到三分之二了 我們這個帝王暴龍的攻擊完全沒有辦法駕馭 沒有辦法駕馭帝王迅猛龍的攻擊阿 帝王迅猛龍的攻擊實在是太快了 不過呢 我們帝王暴龍也是不遑多浪喔 這個單下傷害 遠比這個帝王迅猛龍還要高 而且還有擊退效果 現在我們的帝王迅猛龍完全就是攻擊不到 然後我們帝王的迅猛龍現在在幹嘛 開始突襲了 開始突襲了 結果發現還是不行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的帝王迅猛龍死掉了 G了 死去 好吧 我們的帝王迅猛龍死去了 我覺得這個情勢應該二打一或許還打得贏也說不定 沒關係 我們下一局 好啦 那這一波呢 老頭打算降一下這個帝王暴龍的這個等級喔 原先是一千五百等嘛 我們把它全部都降為一千等 然後呢 我們這個精英帝王迅猛龍呢 一樣是一千五百等沒有變過 那我們這樣子打下去各五隻 威力會是如何呢 我們這個成果會是如何啦 好不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來吧 GO 哇 開咬開咬開咬 先不看血量 完了 這個局勢還是我們母湯 完了完了 看血量這個局勢還是非常的母湯啊 哇塞 我覺得他們好像都有群居優先咬一隻耶 那隻要死了 這隻要死了 哦 咬掉一隻 咬掉一隻 完了完了 完全被包夾了 我們的帝王迅猛龍被包夾了 不過呢 哦 我們死一隻了 不過我們現在這帝王迅猛龍正在努力的殺出重圍啊 哇塞 現在這個血量呢 越來越少啦 啊 然後這個帝王暴龍 啊 我們帝王迅猛龍死一隻了 完了完了 開始圍毆了 二打一 二打一 哇 這個情況尷尬 完了完了 完了 還是我們帝王暴龍勝出耶 我們帝王暴龍真的太強啦 這個作者把帝王暴龍弄得太強了 完了 圍死了 圍死了 啊 怎麼又變成這個樣子 哈哈哈哈 GG 私密達 哇 他們又殘血重傷了 啊 看來我們帝王暴龍呢 還是佔優勢啊 以這個陸地上來講 鐵型就算贏了 啊 太強了 太強了 這個有點小小的母趟 沒關係 我們再來下一波 好的 接下來呢 不得了啦 老頭弄了50隻精英帝王迅猛龍 準備要來對抗我們的帝王暴龍 由於剛剛前面幾場呢 我們的帝王暴龍一直都在勝利的狀態 所以說這次呢 老頭要縮減帝王暴龍的實力啦 應該是說要縮減帝王暴龍的數量了 我們前面呢 這裡是帝王暴龍 帝王迅猛龍的50隻嘛 對不對 接下來呢 老頭決定了 要來 使用30隻帝王暴龍 來看看這樣打起來 我們的救急 啊 不是 我們的救急 我們的精英帝王迅猛龍 到底能不能勝出呢 好不好 前面都輸了 這邊應該是不會再輸了吧 我已經幫 我們這個帝王迅猛龍 縮減了20隻帝王暴龍了 我相信他應該是 會很感謝我吧 沒有啦 亂講的 好啦 廢話不囉嗦 我們直接開始吧 哈哈哈 這個是新型態的帝王暴龍氣球 有沒有要買啊 一直 一速大概就賣你50萬美金就好了好不好 那個 朋友價 朋友價 50萬美金好不好 超屌的 好不好 乍看之下其實還蠻美的啦好不好 帝王暴龍蓮花 哈哈哈 好啦 準備開幹了齁 GO 哇哇哇哇哇 全部都 從上面凸下來 全部都從上面凸下來 哇靠 你看這個數字 哇跳的真的是 哇哇哇哇哇我看我看看 哇為什麼我看不到其他的啊 把這個稍微拉一下 等我一下 拉好拉滿 哇靠 全部都看不到不用玩了 哇靠 這個數字讓我lag了 這數字讓我lag了 OMG 哇現在呈現了 一整群呃呈現了大概六七群拉 多群唯有一隻 多群唯有一隻 這個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 現在已經是超級大混亂了 不過我覺得依照現在這個狀況呢 我們的帝王迅魔龍贏了 我們帝王迅魔龍終於勝利了 真的 完全被咬假的 30隻帝王暴王就這樣子去了 我們贏了 好快喔 這也太快了吧 好吧 我決定了 剛剛老頭突然靈機一動喔 想到了一件事情 我決定我們要來稍微改變一下 我們的這個 豬死鬥的一個 對象 稍微改變一下好了 來來來我們下一個畫面 OK各位觀眾我們回來了 老頭呢就是想要用看看 我們的兵 泰坦對上我們的 菁英帝王迅魔龍 我覺得呢 可能情勢會一面倒喔 所以說呢 待會如果真的一面倒的話 老頭可能還會再加個碼 就是再加另外50隻 帝王迅魔龍 總共100隻這樣子開下去 或許有機會贏吧 好不好 來吧 他怎麼不見了 喔 他還需要動畫是不是 我已經開始咬了耶 你這樣太犯規了 你應該先等他動畫出來 沒關係 哇 他已經開始咬了耶 哈哈哈哈 我靠我靠的攻擊好快 等一下 我們的泰坦 泰坦 攻擊啊 哈哈哈哈 喔 準備要揮囉 嗚喔 這個冰柱 嗚喔 哇 這個敲全冰柱了 哇雖然我們的 雖然我們的這個 菁英帝王迅魔龍 先發攻擊啊 但是 他這個攻擊 壓制性還是很強 讓我被冰到了 忘記開 尬德 差點死掉差點死掉 OMG 全部被冰住了 完了這個情況看來 完了我們的這個 帝王迅魔龍 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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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被冰住了 他應該不會打我吧 我有開隱身耶 哈囉 你的目標不是我 哥哥 他在打誰啊 他哥會打我吧 真的是 是不是打我 我有開隱身啊 喔喔喔 快跑快跑 喔他目標不是我 他目標不是我了 嗚喔喔喔喔 踩下去 哇你看這個數字 超誇張的 哇周圍的冰凍效果啊 天啊 到底還行不行啊 這個血量 這個血量必須拉長看一下了 哇靠哇靠 欸 我們的泰坦 泰坦冰王 快要死掉啦 哇可是 先死的是我們的 精英迅魔龍 哇這個情勢有點緊張 啊我們 我們贏了 欸這直接吃掉耶 這個畫面很難得可貴 你知道吧 好這邊都是你醒來的 這個到底要多久才醒來 快要醒來快要醒來 哇這畫面超難得可貴的啊 可捕捉可捕捉 有沒有相機拍一下 那全部都凍僵了耶 好的就在這個最後一場呢 我決定要使用我們 1500等50隻的 帝王暴龍 來對抗我們的冰泰坦 好不好 來試試看 有沒有搞頭呢 嘿開下去就對了 哎唷呀 全部都從上面落下了 快點殺了他 殺了他快點 拿出你們的威力啊 衝過去 直接冰中一隻 哈哈哈哈 全部冰住了我的天啊 全部冰住了你看 你看 這些根本就好 完全沒動作啊 哎你不要打我啊 目標不是我啊 哥哥啊 我不是已經關那個了嗎 關 關隱身了嗎 為什麼感覺在尻我的樣子啊 打他們才對啊 沒有錯嘛 這才是對的啊 哇 你看他們全部完全 我們這個 帝王暴龍 完全被冰住 無法動彈 光是這個CC 就是他媽超強的 真的很強 我覺得 我覺得他還是在打我啊 我不是已經關隱身了嗎 快點 發出你的洪荒之力 他們全部都結起來 因為他真的打我 然後這招 這個不管用呢 不要打我啊 哥哥 哥哥 不要打我啊 可有此可見 他還是想 他還是在攻擊地上的生物 他完全冒不到我 哇這個跳躍 哇 全部結冰 我看一下 我們泰坦真的是 弱掉了呢 等級1的 我想說如果用一個等級高一點的泰坦 比如說100等 可能這些全滅了吧 不過我們這隻 泰冰泰坦等級1 應該就算是那種 什麼泰坦寶寶那種概念有沒有 你看光是泰坦寶寶就有這樣的威力了 啊 很難以想像成年的泰坦 成年的冰泰坦 威力是如何 哇塞 他全部結冰了啊 超好笑的 哇 哇哇哇又一個攻擊又一個攻擊 這應該不是咬我吧 我都已經 隱身模式了 不太可能 不過我覺得在一波的話 他可能就要死掉了 等等他 只要再一波他應該就要掛了 等我們的帝王暴龍醒來 又或者是他直接 立馬不斷的攻擊 把他們抓死 喔醒來了醒來了 再咬一波再咬一波 然後再結冰一波 哈哈 有沒有傷害有沒有傷害 有喔還要跳起來 震 哇 哇哇哇哇這個傷害這個傷害 OMG 攻擊攻擊 打爆他們 哇又被結冰了又被結冰了 啊這個大勢已去了 我們的冰泰坦要輸了 結束 挖啊 哇拿到不少道具 好屌喔 大勝利 V 歐 拿到藍圖 呵呵 好吧我覺得今天差不多這個 蛛死戰就先到這裡結束喔 真的還蠻好玩的 可是 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把這些恐龍弄出來的確是有點麻煩 不過沒有關係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呢 記得要在這個影片右邊這個下方按個喜歡 以及按下你的訂閱或者是把影片分享出去 以及告訴我你們最想要看到的是什麼恐龍跟什麼恐龍對抗 但是呢我是希望各位斟酌一點這個對抗的可能性 不要在那邊什麼一萬等的嘟嘟鳥對上一等的這個南方巨獸龍 這個之前直播就做過了 結果咧 嘟嘟鳥根本沒辦法靠近了 一直被咬飛啊 咬飛就飽了啊 所以說我覺得如果你們要做這個比拼的話呢 我覺得要稍微斟酌一下可行性 好不好 如果你想想覺得可行的話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到底要用什麼來做對抗呢 到底錄死誰手呢 雖然沒有錄好不好 我就會把它拍上來給你們看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小壞小朋友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 諸實戰再見面了 掰掰 菜撒 Halal 我